军机挂弹升空 超级军工周报道 5月第三个交易日 真功概念股发威 日前冲出历史新高的汉翔 早盘带量上工 中厂涨2.26% 股价收在58.7元 负责录用坚征无人机的 经纬航台也爆量 盘中涨幅一度来到3.7% 股价最高触及5.78元 至于近期与美国大厂签署合作 生产无人机的雷虎猎储质股 三日股价也火刃上冲 中厂上涨2.22% 收在78.2元 这个25家的厂商 来台湾之后 会不会军工股 暂时就出现利多出境的走势 这一点可能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因为毕竟 不是每一党的军工股 他们的基本面 都跟他们的股价能够相匹配 到了5月以后 可能要暂时保守一点 其实短线上大部分都涨多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这样的利多 就是大部分都是开高走低 如果说收盘都收黑的话 那这时候就要相对的 要找一些停利点 来做个出场的动作 长线来看还是得回归基本面 但前一天美股利空袭击下 稻虫暴跌超过360点 拖累三日台股加权指数 开盘随即失守境线 以15629点开出 中场下跌83点 收15553点 成交量尾灭 小步跨越2000亿门槛 电金也无力上工 台积电跳工开跌 回探5日均线 再度失守500大关 短线上可能先观察一下 联总会的态度 但是那次的股票 它还是持续的轮动 不管是从军工到生计 甚至到最近的探权 这走势都没有改变 520行情能否提前暖身 最终还是得看 5月4号联准会 升息与否的最终决定 华语新闻 林伯瀚张亚筑台北报导 请订阅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